三藩市 2020年租金下跌 全年跌幅超过四分之一 湾区的租金持续下跌 根据公寓租金网站Apartment List的最新报告 三藩市的租金在12月再跌2.7% 另一房公寓租金中位数跌至每月1,992元 而两房租金中位数就是2,305元 自从2020年1月起至当年年底 三藩市的租金下跌接近了27% 但Apartment List估计 虽然租金会持续下跌 到春天的时候 如果出现经济掉头向上 租金就会反弹 网站的发言人指 三藩市租金的跌幅大过美国的其他城市 租金下跌和需求减少有紧密关系 三藩市2020年的空置率 由3月到8月增加一倍 但到2020年最后一季 空置数变得平稳而租金下跌减慢 有可能是显示2021年有望反弹 而春季的租金通常都会上升 因此如果经济在未来数个月有好转 三藩市的租金有可能转为上升 东湾乌轮的租金在去年12月也继续下跌 再跌0.8% 而乌轮租金在2020年和再前一年同比 全年下跌13.7% 目前两房公寓的租金中位数是1950元 不过并不是湾区所有城市在12月的租金都下跌 Wonderquick的价格就有上升 以每月比较计算 12月份上升0.6% 虽然Wonderquick全年的租金也下跌了3.1% 另一公寓租物网站 Zomper的最新租物数字也是差不多 三藩市的一房公寓在12月 租金较上一个月再下跌1.5% 而全年同比就跌了24% Zomper的一房租金中位数是2660元 而两房租金是3500元 Zomper的移居数据显示 虽然很多湾区租客在2020年搬迁 但他们不是搬得太远 沙加缅度、史德顿、莫德士图 是原湾区租客最热门搬迁的地方 而最多搬到的五个城市区域都在加州 虽然三藩市的租金下跌不少 但两房公寓的中位数2305元 仍然是较全国平均数1090元高出一倍 天下卫视记者徐英报道 240元 花呆